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也蠻常出現的 它的想法上會比較困難一點 不過沒關係我們看一下 它說金屬原子的密度是 這個金屬原子的密度是1.5克每立方公分 那原子的半徑是10的-14公尺 原子核的半徑是10的-15公尺 大概差10的五次方倍 那構成原子核的密度 那現在問題是原子核的密度大約是多少 那這時候我們要先想一下 這個密度跟體積 我們國中有學過密度會等於 質量除以體積 所以我們先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密度跟體積是乘反比的 這沒問題吧 密度跟體積是乘反比的 那接下來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長度變成面積的時候 那這時候我們面積跟長度會是什麼關係 會是一個平方的關係 你可以舉例譬如說像正方形 邊長乘以邊長 是不是長度再乘上長度 長方形也是長乘寬 長度乘以長度 所以它都會有一個長度的相乘 就會變成平方的關係 那如果我從長度變成面積是平方的關係 變成體積會是幾次方 就會是三次方 所以如果假設有一個立方體 它就是邊長乘以邊長乘以邊長 就是它的三次方 所以我們要先了解到說 原來體積會是邊長三次方的關係 那如果我們了解到這件事情 那就好辦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上面給你原子的半徑 原子的半徑 這個是長度 那原子核的半徑 這也是長度 這能夠代表它們的體積嗎 不行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比較一下就知道了 好 假設現在呢 我想要知道的是 原子核的密度 跟原子的密度 它們的比較 那它們的 會跟原來的體積會成反比 所以如果換成 這邊是體積的話 成反比 上面就應該是原子的體積 下面就應該是原子核的體積 對吧 那又套我們剛剛學到的 這個 如果換成長度的話 它們的關係 會是一個三次方的關係 所以這裡啊 如果換成原子的半徑 那它就應該要多一個三次方 才可以代表體積 那相對來講 原子核的半徑 如果寫在這裡 這是原子核的半徑 那我也是一樣 要多一個三次方的關係 OK 到這邊應該沒問題吧 好 那我們就一樣 就是把這個數據帶進去 答案就可以出來了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原子核的密度 是我現在想要求的 好 原子的密度是 這邊告訴你的 1.5 乘以10的 這個沒有乘以多少 1.5 那單位是 每克克每立方公分 會等於 原子的半徑 原子的半徑 原子的半徑是 10的負10 不要忘記 外面有一個三次方 那下面是原子核的半徑 10的負15 3次方 好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個運算完之後 這裡 裡面 這裡變成 10的負5 OK 好 我們就把它換成 下面是1 上面就會是 10的 5次方 然後再 3次方 就變成 15次方 所以最後 原子核的密度 就應該是 1.5 乘以 10的 15次方 克 每立方公分 你就可以找到 這一題的答案 應該要選的 就是 A選項 1.5乘以 10的 15次方 OK